原标题 毛主席年轻时最喜欢的一样东西是他 没错 就是汉阳造 历经波折之后 汉阳造终于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国人面前 这干仿制德国最先进步枪制造的枪械 在国内所有自制步枪中起点最高 加上张之洞以求新求权为建厂原则加强管理 使湖北汉阳造的品牌一下子在全国打响 从那以后 清政府通令各省除特殊需要外 军火不应再向外洋采购 一律从汉阳厂购买 截止到1910年 侵害革命爆发之前 汉阳造部枪一共生产了大约13万支 成为名副70的中华枪王 在汉阳造的影响下 湖北枪炮厂也进一步扩大规模 后来因为产品已经不仅仅限于枪炮 而改名为湖北兵工厂 1904年又改称为汉阳兵工厂 从1896年开始生产 直到1944年抗战末期停产 汉阳造一直是中国军队装备的主要兵器 前后生产了长 达半个世纪之九 总数超过100万支 因此 汉阳造创下了中国近代史上使用最广 服役时间最长的历史记录 这个记录至今无枪能破 这是在特定时代下的产物 古迹永远不会再有一支枪能打破这个记录 正是从辛亥革命开始 汉阳造还与一位委员人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谁呢 毛主席 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年轻的毛泽东弃比从容 参加了湖南新军混成旅 第五石标第一营作队 成为一名裂兵 据说 当时部队给他发的 就是一支汉阳造步枪 据说 发给毛主席的那干汉阳造 编号是8341 这个弹号与后来毛主席中央警卫团的番号不谋而合 不管这个说法是否属实 毛主席对汉阳造的喜爱是确凿无益的 毛主席曾幽默地说 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 我们是有权利的 并且通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 这是真理 并不是笑话 这里 他直接把汉阳兵工 场同当时世界领先的伦敦兵工厂相提并论 说起这些成就的时候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汉阳兵工厂背后的杰出巨匠 那就是张之洞 只是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张之洞本人 在创办汉阳铁厂和兵工厂时 都未曾预料到的 难怪有历史学家说 张之洞是不演革命的革命奖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